带大家来看看 平常我也不怎么会来调装店 看看里面还剩下哪些东西 长期住在美国北加州 旧金山湾区的台湾人Eric 带着镜头直击卖场现况 口罩的部分 看他说口罩已经 还有这个手套都已经没有货了 下来来到这边是酒精用品 也是空空如也 防疫用品被扫空 跟美国疫情进入爆发期有关 自从川普他开始说 进入经济状态的时候 本来是亚洲人在囤积食物 结果变成美国人 现在开始紧张了 都在囤积食物 这是我买到的口罩 我在这Ebay上面买的 等了三个星期 大概是40块美金 只有50个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打开 我因为还不敢使用 怕被歧视 秀出自己得来不易的口罩 却因当地民俗习惯 根本不敢用 因为这边的文化就是 他们从小被教育 戴口罩是生重病的人才会戴 那你如果戴了口罩 就会有人家觉得说你生重病 跟大家说 待在家里 尽量不要出门 那出去的话跟人保持距离 也政府也跟我们说 不用戴口罩 因为戴了口罩 并不会 助你 就是预防 Eric所在的美国加州 截至3月15 已累计102起确诊 两起死亡案例 却丝毫看不出政府作为 就是美国真的是要 解决台湾的防疫 就是滴水不漏 那美国现在就是 其实说真的什么也没做 想要回台湾 可是现在美国这边是疫区 我回台湾就是要隔离14天 隔着一片太平洋 台湾政府上井发条 反观美国却是佛系防疫 让当地台湾人只能自保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与台报道